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记录我出门办事 顺便逛吃逛吃的一天 这是我在大马生活的又一项日常 所谓的 办事一小时 逛吃一整天 早午餐去吃木头家的煎饼拉茶吧 很久没去了 选择了煎饼师傅操作台对面的位置坐下 可以一边慢悠悠的享受早午餐 一边看师傅咸熟做饼的过程 我们点了一份鸡蛋洋葱煎饼 一份dosa biazza dosa是用米浆做成的 由于发酵的缘故 吃起来会有一点点酸味 我们点的是原味的 喜欢它的米香味 来妈妈当少不了一杯拉茶 为了减少喝饮料 通常两人一杯就足够了 这样的早午餐 花费差不多马币十块钱 吃完早午餐就去办事了 给大家看看沿途的风景 拌完事来双味金字塔逛逛 先来个下午茶吧 今天吃Inside Scoop家的 华夫饼冰淇淋 这间冰淇淋店的冰淇淋 口味很多 尤其是有一些 马来西亚本土特色的口味 很值得尝试 我们点了椰子味的冰淇淋 对我而言有点太甜了 还是喜欢他家的榴莲冰淇淋 之前吃的猫山王冰淇淋 果香浓郁 却不会过甜 更符合我的口味 对了 每次吃他家 用电子支付 积分可以抵消 无骂币哦 吃完下午茶 随意逛逛吧 不是周末和公共假期 逛街很爽 人少 惬意逛吃 不用担心人山人海 排队之类的状况 晚餐就在海底捞解决吧 晚餐就在海底捞解决吧 慰藉一下我的中国味 吃点喜欢的肉肉们 不是节假日 吃海底捞也不用排队哦 一如既往的自宫格 一个麻辣锅 一个酸菜锅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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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煮在酸菜锅吃 满足一下我想念酸菜鱼的味 那天的鱼肉很新鲜 捞入碗中 加点蒜末和香菜 就是一份好吃的酸菜鱼了 当然也少不了豆腐皮 不论是酸菜锅煮 还是麻辣锅煮都很好吃 青笋山药竹笋 也是我每次都会点的 这些蔬菜在大马不常吃到 所以每次来海底捞 我就点这些 在老家时很爱吃的蔬菜来吃 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海底捞的服务真不错 我把手机靠着纸巾盒 打算拍点像是这样吃饭的画面 服务生小哥哥立马送来了这个手机支架 说这样看视频更方便一些 哈哈有心了 这个菜品算煮时间表很有用 煮肉前都会先看一眼 计时一下很方便 喜欢这个小拉车 积分兑换一个还挺不错的 逛街时还看到了这种购物小拖车 可以折叠 住公寓的话配一个挺方便的 逛吃的一天结束了 再去超市买一些食材 接下来要静静的宅几天了 下期分享我的又一个大马生活日常 每年一次的不成打卡签证需签 下个视频见